林志妍在《黑暗荣耀》,虽然饰演头号反派,却因精湛演技和开朗性格获得不少好感,近日做客有限台晚间新闻时重现剧中经典桥段,谈及出道十年来的新路,令主持人都不禁哽咽。 Netflix热门剧集《黑暗荣耀》,讲述被校园霸凌摧毁身体和心灵的女子,文东恩精心布局复仇的故事,林志妍饰演的就是仗势欺人,以霸凌为乐的头号恶女朴炎珍。 因为东恩的很多独白都是以严真而开头,林志妍对严真的诠释也相当精彩。 聚集公开后这三个字,彻底印在了观众们的脑海中,林志妍在有线台JTBC的旗舰新闻节目Newsroom透露,现在不仅是工作伙伴和朋友,就连父母都对她这样称呼,严真啊,什么时候回家?严真啊,给你炖好汤了哦。 这是林志妍第一个挑战反派角色,为了充分表现出夸张情绪,有时拍完一天戏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,之前娱乐记者李振浩,曾透露林志妍为这一角色特地学了吸烟,林志妍也说在,封闭空间拍吸烟戏太久知会师生,真的很拼。 为了演好天气预报员,林志妍看了很多天气预报员的工作资料,还在主持人邀请下,现场重现剧中播报天气的桥段,一秒进入严真梦。 原来,剧中所有,天气预报戏份都是同一天拍完,林志妍为背下大段台词付出不少努力,直到现在仍能脱口而出。 韩网友L级抓住玩耿机会,严真这么快就出狱了?背景一定很硬哦,脸皮好厚啊,天气预报员,哦,严真复直了。 这世界没救了,林志妍自认是没有天赋的演员,但出道十多年来,不管经历多少挫折都未想过放弃。 林志妍妈妈说,是啊,我们志妍就算每天回家那样大哭,也从没说过妈妈我不想演戏了。 林志妍眼眶泛泪光,主持人也跟着哽咽,父母都是亲眼看到。 太了解你的感受,林志妍2011年以电影《灾难电影》正式出道,今年是作为演员活动的第13年。 即将踏入32周岁,接下来将主演TVN京总剧《有院子的家》和SBS漫改剧《国民死刑投票》与朴海震、朴星雄、金泰熙等演员合作,期待她的更多精彩演技。 都说出圈配角是暴剧的衡量标准之一,应该没人反对吧? 毕竟,不是所有的剧,都能把边缘化的角色刻画得好。 显然《黑暗荣耀》在这方面是成功的,各路人马,花式上热搜。 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,预感会成为名场面的存在,果不其然,崔慧婷的身材上热搜了。 崔慧婷,施暴小分队,里最底层的存在,和其他人相比,出身卑微,父母是开干洗垫的,但是为了融入这个小集体,开始变成了卖命的狗腿子,长大以后。 成了空姐,日常爱好就是吊金归序,不得不说,这身材谁能不缠。 连颜真都感叹,腰臀比更是一绝,这腿可能比克代表的命还长,为了展现人物的特点,导演甚至让裸半身出镜。 所以这一部分也引起了争议,为了饰演龙兄设定的崔慧婷,演员车朱英增肥5-6千克参与拍摄,虽然人设上是以身体换富贵的空姐,但是,距离方方面面,对她的身材的展示已经很清晰了。 所以这部分隐喻的特别意义是,这真的不是在消费女演员吗? 且,车朱英本人其实,对剧里的穿搭也提出过反对意见,导演指定的衣服,太贴身,我反对了,但是无奈被导演反驳,因为隐喻意识。 这件衣服是她从自家干洗店,借来的限量版,不合身的衣服象征着,崔慧婷努力挤进了不属于自己的圈层里,不过导演后来澄清说半裸戏份, 是用了CG特效。 也有替身演员,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女性角色的时候,除了能想到身材,还能讨论什么? 显然,角色完成度是可以的,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车朱英,演技至少可以达到优秀的水平吧。 穿上借来的全韩国限量,两件的名牌参加聚会,连走起路来都感受得到得意,被揭发时的无措,被教训时的委屈。 爱炫耀的,她把自拍照拍发到社交平台上,又顿时自信,和全在俊在一起之后,有个靠山变得猖狂,开始挑衅,笑话别人,贪图物质。 无脑虚荣,算是被她演明白了,而实际上的车朱英,富二代学霸,追梦演艺圈,混不好就回去继承家产。 曾就读于美国知名大学犹他大学经营系,犹他大学,是美国的一所世界顶尖的公立研究型大学,会说韩语,中文,英语,日语四种语言,甚至还用英语接受过采访,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,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舞蹈家。 但是因为父亲保守,所以专攻经营学。 但是还是一心想当演员,26岁开始逐梦演艺圈,连苛刻的韩国人都觉得厉害的程度,而且看他的采访,态度又谦逊,对崔慧婷说的话,也能看出对角色的理解相当透彻。 真的好爱这种反差感十足的美女,翻看完她的印子,更是觉得,她的生活课代表的梦。 这种随拍,又自信,又松弛,拍起杂志来,就瞬间转换风格,完美带入财阀千金,恶女,清纯学姐,M,怎么不算是,宝藏你演员呢? 不仅是她,甚至里面的其他角色,和现实生活中割裂感都很严重,这就不得不说说我们严真,林志妍。 上一次见她还是在上流社会里,明明还是让人心疼得不行的小白花,姐怎么摇身一变成了风批恶人了? 我们千瑞珍,顶楼女二,后继有人了。 之前让她名声大噪的,人间中毒里的,表演倒也没有那么成熟,甚至一搜索林志妍,出现的就是演技争议的词条,没想到靠严真这个角色,打了一场翻身仗了。 如果说,崔慧婷是无脑随大流,那颜真就是单纯的坏批,仗着自己家是好,拉帮结派欺负别人,自带优越感,挑衅时候的傲慢和不屑,发起风来还自带克制,笑起来,甚至还带着一丝诡异,这个咧嘴笑。 看了,真的很想揍她,入狱之后,被狱友们霸凌,在监狱里播送天气预报这场戏,可以算是林志妍。 整部剧演技高光时刻里吧,失去一切之后的落寞和无神,被逼着播送天气预报,强颜欢笑,还不敢生气,只能委屈到想哭,和以前的光鲜亮丽形成鲜明的对比,编剧金恩书说的天使的脸蛋,恶魔的心脏,姐,你演出来了,这野心,确实不错。 毕竟林志妍前几年,确实也消沉了一段时间。 中间停了两年没有拍戏,再加上出演过的人间中毒,奸臣的尺度都比较大,视线集片,以及和财团李市长的恋情曝光后又火速分手,导致大众对她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棒总裁魏果。 豪门梦遂这种话题上,呃,姐现在事业迎来第二春,还在乎嫁不嫁得出去。 最后不得不提风,批艺术家李沙拉,金河拉氏,气质是真的顶,把颓废美拿捏得死死的,主打的就是一个唇锋战神,平等的对每个人发疯,扯严真的头发,对女主,对爸妈撒泼,被警察请去喝茶,都毫无忌惮,日常就是客药,搞艺术,特别是教堂的这场戏,疯狂又迷乱,堕落的恶之花。 茶茶沙拉,不像眼的,这真的不是禁毒宣传片吗? 甚至这条蛇不是CG,是真的,姐真的好大胆。 反正这钱,客代表是挣不来,而私下,走的就是简约风,有种披麻袋都美的即视感,随意地抓拍两张效果也很不错,剪完短发之后,更是干练。 帅到客代表,可以大喊好几声姐姐,我可以的程度,剧里,每个人都各有各的风法,但是私下,又和谐地打成一片,经常见面,每个人都鲜活又可爱,黑暗荣耀剧组,你们到底从哪里找来的这么多宝藏演员啊?